第四个单元 数学相关函数 数学与统计 把这个黑名单筛选打开来 黑名单筛选打开来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这底下的话 总共会有三个工作表 那这三个工作表 其实原理原则很简单 第一个工作表是黑名单 第二个工作表是黑名单 意思就是说 这里面的话 就是所有黑名单的资料表格 那也就是总共Ctrl向下 总共有22,223个黑名单 就这么...23-1 22个黑名单这么多 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里面的email 其实就是公司的黑名单 第一个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希望查一下 比如说这些查询名单Ctrl向下 我是把它只有抓1000个email信箱 也就是说在这1000个email信箱里面 到底哪一些是在黑名单里面出现的 所以其实可想而知 如果以后你遇到什么状况呢 你希望把第一个工作表里面的资料 跟第二个工作表里面的资料做比对 也就是互相查询 我想要查这些资料 有没有在黑名单里面出现 有的话呢 那就帮我把这个结果放到查询结果里面 该怎么做 OK 当然之前有同学啊 我就问他说那你怎么做 因为这个是同学问的问题 他说他是用Ctrl-F 什么意思呢 把这个Ctrl-C 然后呢 再到这个查询黑名单里面Ctrl-F 然后怎么 Ctrl-V贴上 然后用寻找的 OK 他每天这样找到了 然后把这个copy到查询结果 OK 我说你这样子 做到下班你能做几个人 对不对 所以其实如果假设 你要用快一点的方法 其实蛮简单的 特别注意 你需要学会 第一个就是 在那个统计类函数里面 你叫Conif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用Conif的话 马上可以知道说 到底哪两个范围之内 有没有一样的资料 他会帮你找出来 那Conif就是如果有找到一次 就会出现1 理论上 我们不管是次数 反正一个以上都是算有出现 那第二个的话学习什么 学习筛选 也就是我把什么 把有找到的这个部分资料 把它筛出来 那不就OK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依我们在查询名单的B2储存格 插入一个函数叫做Conif 所以Conif在哪里 统计类里面 统计里面的Conif C开头的 Conif OK 那这个Conif 顾名C 就是哪个范围 哪个条件 所以按确定之后 它跟你要范围 范围实际上就是黑名单的范围 比对 这个条件跟这个 这个范围跟这个条件有没有 有的话 几次 一只黑名单里面 如果有一个 那就出现 回来的结果就return1 OK 那另外会有个问题发生 按确定 Range 黑名单 所以我切到黑名单 然后呢跟他讲说黑名单里面的这整个范围 那我们要把这个范围选起来的话 特别注意哦 以前的选法是这样 把它选起来 比如说你当然就这样按住一直往下拉 这是很错误的方法 当然比较聪明的办法是你游标先放A2 Ctrl Shift 向下就可以 OK 记得要用Ctrl Shift 向下 为什么?因为它直接帮你选到最下面 记得不要用拉的啦 不然你一定要 这个第一个时间太久 第二个会出错 所以记得一个快速键 叫Ctrl Shift 向下 但是呢 还会有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你如果你用criteria 选它之后 它会跟你讲 是按确定 可是问题你等一下向下填满的话 那你上面这个范围 你要把它锁起来 比如说你这个A2 2要锁一个前 A的什么呢 这个22,220 这个前面要加一个钱 那很麻烦 所以我建议以后如果是跨 范围的 跨工作表的大范围 我建议你可以学习一个叫定义名称 那什么叫定义名称 就是说呢 如果你今天希望把什么 把A2一直到底下范围叫黑名单的话 那我们有个方法 先把黑名单三个字先复制好了 第一个 2的话呢 请你把游标放A2 Ctrl Shift向下 也就是你选了这个范围之后的话 以后呢 如果你希望这个范围给一个名称 请你在这个 左上角这个区块叫名称方块上面 打上它的名称就可以 这个叫名称方块 OK 那它叫什么 这个范围叫什么名称呢 这个范围叫黑名单 那你直接输入完之后 记得按Enter 好 这个范围以后就叫黑名单 那我以后怎么存取这个范围 记得哦 请你记得一个快速键叫F3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存取这个范围 你按F3 它就会出现了 那怎么做 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像刚刚这个conve 1 统计类里面的conve 然后它会跟我要两个资料 一个资料是con range 记得哦 F3 因为我刚刚有定义一个名称 所以你会发现 以后如果你定义好的名称 它就会出现了 那这个就是代表刚刚那个范围 那我很简单 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第二个 因为它不会有什么A2到A1的哪个 所以它不需要锁定 这个范围就固定了 所以不用锁 那第三个的话 那第三个的话 其实如果你用这个方式所产生的公式 以后跟VBA搭配也非常 因为你就不用去管说 要加个I或什么的 不用了 那criteria就这个 OK 好 直接按确定就好了 也不用锁 确定 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 这样子的话就全部查完了 也就是说 两个范围的比较 其实用conif最快 配合定义名称 全部查完了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那我怎么知道哪一些是黑名单 当然 如果这里面的数字是1 那就是黑名单 如果是0的话呢 那就不是黑名 所以哦 我们第二步 你要学会 用Excel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叫做筛选 筛选的话呢 请你把游标先放在B1 点选资料里面的筛选 这个筛选的功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如果你要查询资料也可以用筛选 资料里面的筛选 OK 游标先放在这里 B1 资料的筛选 好 那我们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你会发现 它会出现一个箭头 那我只 它会出现 因为底下的这一栏的资料是数字 0或1嘛 那如果我只要留下1的部分的话 那我只要把1打勾 按确定 它就会帮我留下什么 留下1的部分 那0的部分跑哪里了 它就隐藏起来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可以把什么 把游标放在A2 接下来Ctrl Shift向下 一样呢 就把是黑名单的部分选起来 那我就Ctrl C 再把它切到查询结果里面的A1 好了 把它Ctrl B 那我就已经把这个黑名单全部查完了 也就是今天的事情就解决了 所以哦 以后如果你要查资料的话 两个范围之间的资料比对的话 记得哦 1 用最后记得筛选把它取消掉 恢复正常 OK 1的话用Ctrl If 2的话呢 记得用什么 资料的筛选 把1的部分留下来 然后呢 再把黑名单部分选起来 Ctrl向下贴过来 就大功告成了 OK 那当然呢 这样子做其实已经够快了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希望能够更快 什么意思呢 最好按个按钮 什么事都不要做 黑名单自动帮我放过来 那也许啦 一个是取得黑名单 一个是清除资料 这个不要啦 清除资料 就是一个是清除资料 一个是把刚刚的动作呢 做一遍过来 OK 那当然再做一遍的话 有很多方法啦 之前我教的方法是用录制聚集 可是我后来发现录制聚集 第一个程式被非常非常冗长 第二个的话 其实还蛮容易出错的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直接干脆全部用那个什么 用VBA来写就好了 程式会不会很多 其实不会 程式非常简短 也就是刚刚的动作 每一个每一行 其实每个动作都可以把程式写出来 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记得刚刚的那个查询部分 count if跟筛选 试试看 没有 哦 如果你试试看